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快報 今天錄節目 或者是2019年11月20日 這裡有位紐西蘭的伊德投影 和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澳洲真BC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 聽不聽就給個like 最好是share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一下旁邊的鐘仔 新節目就通知你 繼續撞大中立模式的麗麗 和宣揚李星的聲音 這個今節我們就講這個何韻詩 他就好了 有首歌叫勞思來詩 現在有些錢買好多部勞思來詩都可以 我們未必學習中夥來講何韻詩的 其實我們習中夥來講一些親子的問題 如果你不教得好他就鑄成大錯 大家看到這個標題 我不知道有多少聽眾是父母 如果你做父母就發覺 經常被子女上一些慶祠班 或者什麼鋼琴跳舞、游泳、劍擊什麼都齊 十八般武藝 哇 這兩位家長厲害了 他們的親子費用是一炮過 每人十多萬港幣 貴不貴 每人十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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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誇張? 上什麼課? 總數二十八萬 就是營委要賠償的貨 要賠回十四萬 每人賠回十四萬給港鐵 其實賠少了 那官我認為是輕判的 為什麼呢? 輕判 當然啦 就是黑豬仔 其實那個銀碼應該賠償不了港鐵的損失 不足夠賠償到港鐵的損失 但是算了 就是這樣 我想都有一個 別青人啦 早情大戒啦 就是這樣的看法 喂 這兩個小孩其實是懲罰了他父母而已 不是懲罰了他兩個小孩 請問成年了嗎? 我不知道 我沒有認真看 未成年的 十八歲以下 真的很貴 十幾萬 其實呢 我覺得如果十幾萬 帶他們來澳樓玩都不錯的 那現在 我不知道那兩位同學家底如何 可能對於他們來說都是小銀碼 但是 對於很多平常的 普通家庭的十幾萬都不是一個小數目 老實說 十幾萬 那不用怕啦 那麼多什麼基金什麼差基金 左左右右前前後後 都可以做基金都可以拿捐款的人 有沒有主動站出來給他們十幾萬啊 喂 十幾萬都未必有啦 請他們喝枝維他奶都沒有啊 我想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何韻詩的基金他可以用二十萬 去買音響 但是他絕對不會 買枝維他奶給這兩個年輕人 因為維他奶是 不對的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是太多糖分了 只是音響才可以報銷 因為音響呢 是自己有做的 哈哈哈哈哈哈 買豆腐啦 要是 請你吃豆腐 豆腐師傅請你吃豆腐 那說真的啦 其實他們有件事就 唉 說真的啦 他們就有件事不對啦 就是生於亂世 就是他們所說的 不是 就是怎麼說啊 因為他們父母 不是這位何韻詩 所以就沒辦法啦 要不然就 Out of her pocket 是吧 就是這樣說啦 其實香港現在的情況很奇怪的 就是我們之前也說過一節的了 就是 沒有父母 不是沒有父母 不是父母的人 就是最喜歡推別人的子女去死的 別人的那些而已 是啊 那出了事就完全不會負責任的 那你死你死吧 現在 就是你二十八 沒有人叫你主動去破壞 其實香港從來都是 就是我覺得 我記得我小時候 從來都是說的 不可以破壞供物 一定要守規矩 就是坐車一定要付錢 不要鼓鼓說話 就是這些新一代的人都沒有學到這種價值觀 就是不應該破壞供物 新一代沒有教 所以事無其彈 但是又另一方面 是泛民那幫和心亡有教他們的 是死物而已 是啊 是啊 是死物 但是很貴的死物 看看他打爛了多少死物 不如涉及兩個小孩 一個十七歲 一個十五歲 其實都不小的了 那他九二七號 分別營毁輕鐵站 屯門泳池站 和少倫站 五部售票機 七部拍卡機 和十二部閉路電視鏡頭 哇 總共價值是28萬 其實為什麼算少了呢 因為他影響到車站的營運上的收入 那其實那裡沒有批評 那裡要計算的 真是很日遲 做整呢 工人要出糧 工人費才貴 這兩位同學有沒有申請任何的援助 向那麼多位泛民的議員 或者這些叫做 叫做皮丘一般的 叫做有捐款基金的守護者 在守護自己的基金 幸好沒有 如果有的話 他的基金 一毛錢都不出不止 還要 還要介紹 一兩隻狀棍給你 可能現在就是 上數了 是我不忍了 14萬都不行 然後只是律師費都超過了 現在要賠那個錢 繼續上數了 為公義一定要上數的 他津貼了你第一筆 然後好像說 半天就六千 半天就五千 全天就一萬 那個律師 他說OK 是啊 然後再下去 很容易還的 幾千元包你搞得好 找我們三環財務 行不行 如果不夠錢 律師費能不能用三環財務的借嗎 當然可以 很容易借的 很容易借的 但是你剛才寫著想想想 可能他父母想想 哎呀 就是 給這群壯棍 一堂十萬兩堂都要買 不如賠了14萬算數 我想是這樣想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是打不了 打不了 還打來做什麼呢 賠錢 就是當投降輸一半 那個心態 可不可以問 關火基金那些 可不可以問他拿 關火基金 關火 關火了 因為他有出入 其實他為什麼會關火呢 就是 何韻詩那個沒事 因為有入沒有出 有入沒有出 洗黑錢的嫌疑 就低很多 都不用 都不用 所以就只收起來 那個星火的洗黑錢嫌疑 就大很多 有出有入 就說剛才好像那個 那個鄭文傑那樣 出出入入出入入入這樣 那就中招了 哈哈哈哈 那就糟糕了 那現在 現在他們這兩個 未夠18歲的人 這樣中標 其實是很慘的 其實就是 我覺得毛孟靜是應該賠那些錢的 為什麼呢 這些是死物來的嘛 毛孟靜經經常這樣說 現在破壞死物 不是傷人 好了 燒死了那個人 就是燒到那個人重傷 燒重傷而已 都還沒死 毛孟靜這個混蛋是這樣的嘛 其實泛民的人全部都是 邏輯就是這樣的嘛 就是說 第一件事就是 很小事而已 將它淡化 根本上這些是小提大做的 香港政府不應該告他 不應該拿回28萬的 港鐵一年賺那麼多錢 28萬的雞稅那麼多 有沒有理由要那個年輕人賠啊 一定是這樣說的 就是有沒有想過香港人感受啊 最終要講這些句 有沒有想過香港人感受啊 其實如果不用兩個年輕人賠 其實又是要乘港鐵正常 不跳閘給錢的人賠 還有要港鐵的股東賠 那如果你有強積金的話 那你又是有港鐵的股票 即到頭來就是 又是糧民賣單 暴徒破壞糧民賣單 公不公道先 就是還要 你們那幫人是不斷養這些新暴徒出來 不斷製作 一把死了 就再找那幫新的出來 好像今天這樣 又有一幫中學生穿著校服 阻礙人來搭地鐵 那些應該都抓了他 就是我覺得 你不要穿了校服 以為穿了校服自己都大了 還有呢 益了那些泛民呢 變成免費宣傳 哇這兩個學生這樣判啊 那你怎麼看啊 啊死物而已 然後又問那個 死物而已 那些 騙了記者的那些 傳媒的曝光律那些 那些費用啊 哇真的 一炮很響啊 那這28萬呢 那這兩位家長 這兩位學生的家長 可以看清很多人的真面目的了 那你試試拿著這單呢 去612人慘無人道經驗 去問何韻思 那可以 太少少理啊 不知道啊 正頭 贊助一點 行不行啊 贊助一點 這樣 應該不行的 我想 二十多萬 很少而已 是吧 可能他會這樣 我要問一問何秀蘭 然後何秀蘭 嗯 我要問一問吳凱儀 我要問陳日君 足夠批 對 陳日君 我問一下神 庇佬禮先 庇佬禮啊 對哦 以前人家說 正 大 什麼 他說 你的數字怎麼算 我心中有數 是不是可以 心中有數就行 心中捐了就行 不過我想這位 這位 這位 阿何韻思 阿何韻思 其實他 老實說 他拿這麼大的數字 他有沒有想過 怕不怕 這麼多錢 其實 如果 不小心 被人 就是 截了帳戶 或者是 叫做 不小心轉錯了錢 其實 壓力很大 因為拿數人 一向壓力都很大 應該都不怕的 因為這個數字有入沒有出的 所以他不會出錯的 即是 有入 沒有出 怎麼會出錯呢 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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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批 不挫 那他就沒有壓力 他就沒有壓力 是很難出 他有整個 站在背後 有什麼壓力 你現在 看一餐 有沒有叉燒飯吃 都要看這一節 六櫃入碗叉燒飯 是嗎 是啊 沒有 你連叉燒飯都買不到 是不是你應該擔心過 何韻詩呢 差點說錯了 另外一個姓婆 哈哈哈哈 我想想那個什麼 之後 好像某位富豪那樣 其實錢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數字 我想現在對於何小姐來說 那些錢都是一個數字 不過那個數字不斷增加 他是不知道怎樣去用 就是怎樣出 出條數都會出的 就是出得慢 好像一個水猴那樣 滴幾滴 就是出汗也可能多過他 出汗也多過他出汗 有多少 我記得 不好意思 那說吳槍K 那說吳槍K 就穿越回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香港 應該是 那他們那時候 就是一滴一滴 在水喉裡滴到水桶滿 就是這樣做 很淒涼 就是製水 那時候 一滴滴滴滴滴到水桶裡 那就是何韻詩這樣 就是其實香港人 那麼辛苦賺錢 就滴滴到他這個大水桶裡面 然後好了 然後一定是冤枉來溫應他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倒進廁所沖走了 因為有一堆屎在那裡 有一堆屎在那裡 要清理的 是啊 何堂問三堆屎每次挖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何童一拿東西的時候 他那612人道基金 又會提供一個支援 我相信 是 何童拿東西的機會 非常之高 就是我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 應該 拿東西的意思是怎樣 是不是又 又洗點往前 就是講一些正經的 就是以前 就是 就是我還是阿 毛哥的 就是長毛的 叫做fans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我當時我也想想想 阿毛哥為什麼 在 但是當時我不敢這麼說 阿毛哥為什麼在監獄裡面 為了你把長毛 為了長毛的長毛 要花這麼多錢去打官司 其實我當時也想了很久 但是 叫做什麼 叫做信了神 當時就 就是信了民主的知神 就是我當時當長毛 是我心裡的一個偶像 折古華拉 我心裡說 他對的 大家想想想 其實 不知道阿毛哥 不知道長毛 其實 這幫泛民 包括以前我們經常講的 各位郭卓堅 郭老先生 就是 都是很喜歡打一些 就是他們這樣說 明知書都要打 因為怕什麼成為案例 說一大堆廢話 但是 我是這樣想 就是你們這些人 不是經常說 香港很多基層很慘的 為什麼你們不可以 將這些 你們的錢 去 叫做 叫做 扶貧呢 不是制約扶傾 義無反顧的嗎 其實我這個問題 我後來就反思了 為什麼 你說制約扶傾 義無反顧 不是用這些錢去扶貧 是打完這些無聊的官司呢 他是制約自己的貧 先 喂 我沒有錢 我怎麼幫你扶貧 又是這樣 自己的之王 是啊 又是 又是那個邏輯 其實 其實還有一樣 我覺得 就是 一個窮律師 是慘過一個窮人很多 所以一定要先救窮律師 律師不可以窮 你一般人可以窮 但律師不可以窮 為什麼 現在他們的邏輯 蛤 因為律師是維護法治的嘛 那如果沒有了 如果那些律師窮了 法治就維護不了 維護不了法治 你的窮人就更慘了 那法治已死 是啊 如果法治已死 就是人都死 首先是律師先死 不過 律師死了 你們的窮人會更加慘 所以 要先救了律師 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講得通 好像有 梁家傑說 我沒有一條袋根 我起碼都要買一條袋根 我才可以跟你打官司 是不是 我挺怕 你說起碼買一條馬煙通 把袋根 他怎麼會 都買一買名牌 做袋根 袋根背後 是很污衛的 應該是很多人血饅頭 這麼說 認真地說 其實他們 現在這筆錢 我不知道那億多 是不是真的 真真正正捐付 我不敢說 要花錢 但是 梁家傑說 他先放在那裡 是 我想說 為什麼 好像 不是我們說 是他們那邊的人說 好像 這麼清貧 所謂的議事和抗爭者 好像覺得 好像很悲慘 我是不明白 是嗎 你不明白 是正常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 你都不明白 不過 那個情況就是 你只要知道他們是那些混蛋的話 那你就不會被他們騙到 我們這一節 去到這個時候 我們都要回歸我們最主線 就是希望那些家長 我想應該要檢查那些小朋友的手機 是不是經常顧著看那些什麼文宣 就是很崇拜那些 戴著個黃色頭盔的那個豬嘴那些 就是看看 還有看看他是不是會多一些黑衣 或者看他回到家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些燒焦了的味道傳出來 啊 天拿水啊 汽油啊 那些味道 要看緊一點 那些可能是 在家裡播放多些 望向編輯部都可以 其實 狂播 沒錯 反洗腦 血黃解毒 是啊 我們反洗腦是嗎 社長 反洗腦我們就是 我們是 講回理性的事實給大家聽的 就不可以說是反洗腦的 將文字提升一點點 我的意思是反對他們洗腦所以聽我們 啊 那是 這個是真的 這個我們 我們長期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 叫人家聽一些理性一點的事情 不要聽這麼極端的事情 就是你極端的事情其實對整件事沒有幫助 就是我們那個看法是這樣 我們就是要努力向上了 是不是社長 是啊 我要努力向上 不枉諸君寄亡 我要努力向上 要令朋友滿心歡唱 欺稱連人要努力 又悲藏又淒涼 總之但憑我力量 先要堅定我志向 我若災受挫之 努力但憑力量 心中滿是悲傷 他朝得意落洋洋 欺 良憑情長 良憑雙勉勉勵 情而難忘 良憑恩高好比幻象 能解我受壞受暢 解我憂鬱無囂張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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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為什麼這樣呢 我們有時候有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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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呢 現在是沉重的 尤其是香港朋友 其實我們盡量 帶點笑聲給別人 你整天 目露空光 好像不出 這樣是不好的 其實真的 或者青筋報宴 那些 就吃四個藥了 不過這次差不多了 我們以後再講其他 多謝大家 好 拜拜